對於基隆港行界相關公會理事長提出對四階東一案的憂心 市長謝國良表示 感謝港行界今天總動員表達意見 提出對四階東一案造成的影響與看法 他非常重視 一定會支持四階公投 讓各界了解基隆的民意 非常感謝今天航港界的先進長輩都過來市政府拜訪表達 他們對於四階可能對於航港圈的一個產業影響的問題 那市政府也非常的關心 然後市民朋友非常關心 那我們會聽取航港界的先進給我們的意見 雖然我們之前也都有討論過 那我覺得現在有兩塊的就是說 世界的發展不能夠去影響到航港跟基隆市的經濟命脈 因為大家都知道航港界他們所帶來的這些就業跟業務 對於基隆市民對於整個基隆市的產業經濟 都是最重要的一個產業的一個命脈 所以我們在這個部分會聽從航港界給我們的建議 針對於世界我們依然表達說 人民是有權利公投的 而且市政府也會針對環保跟安全的問題會詳加審查 那我們會跟航港界的朋友好好一起來討論 這個如何讓整個世界發展的過程中 一定不可以一定不可以影響到航港界的一個相關的一個業務 跟民眾跟企業的權益 基隆港攸關整個港行產業發展與民眾在地就業的問題 謝國良表示他會慎重的來處理這個議題 發展的四階的結果就是航港界的產業經濟會大受影響 也表示我們的就業也會大受影響 那這一點是市府沒辦法去承受的 所以我們會以基隆市的就業還有基隆市的產業發展 現在產業發展航港已經有一些外移了 我們要把它剩下來的要來維持住已經要很努力了 更何況是如果發展了世界會將航港界未來的這個產業來掏空的話 所以未來我們一定要努力維持住我們的產業命脈 那今天就是來討論這個這方面的議題 那我們也會最認真的態度去看待航港界給我們的建議 那我們會好好針對四階這個議題跟政策做基隆市府該做的事 期待中央與地方能夠運用智慧 以人民的福祉為基礎 就經濟發展與用電需求 運用智慧來做出一個最好的決定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蔡坤את 會讓您一起拍到 assault Harr 又 你 會 谢谢大家